霸州一学校学生已时不适调查结果 罚学校8万元 据霸州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 针对近日东方金字塔学校部分学生 出现已时不适情况的问题 市政府联合调查组快速启动学生诊治 采样化验 情绪疏导等各项工作 通过对食堂刘样贵标本实验室检测 分析 部分样品中检出了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有关规定 检测结果未超出该标准中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最高限制 市教体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62条 第63条之规定 给予该校2021至2022年度 年检不合格处理 缺减2022年秋季招生指标75% 共计缺减150人 责令该校对相关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 免除后勤主管和相应人员职务 市公安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133条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第二款之规定 对该校法人宗某某 做出治安拘留十日的处罚 对于推荐突厚 这种予定方法到来